近期天气炎热 蛇类出没频繁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收到了一尾被归列为宠物的牛蛇 由于相当的不常见 立刻引发了关注 牛蛇虽然体型大 但是颜色鲜艳 但是温寻而且无毒 市面价格大约是1万元左右 不排除是四主遗失的可能性高 将会受理失主领回 但如果超过五天没人来养 就会开放任养 彰化洞房所近期收到一只长度来到2.5公尺的巨蛇 不仅消防人员不曾见过 连洞房所人员也是头一次收到 经过确认是肉食性蛋无毒的牛蛇 由于在台湾还算罕见的宠物蛇 鲜艳的外表再加上巨大体型 时常会让人吓一跳 由于近期天气炎热 蛇类出没频繁 彰化县统计113年截至6月 捕获蛇类1375只 其中最多是臭青公598只 其次则是眼镜蛇195只 野生蛇会放归山林 而宠物蛇则是接受认领 就是怕 你就算他没毒我还是怕 没有牙我还是怕 不太能接受 因为我本身就很怕蛇 你会有兴趣来认养吗 不要 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家有养牙齿 蛇闻到牙齿气会疯狂 普遍大众都无法接受把蛇当宠物 但依旧有死中爱好者 洞房所表示 预计12号开放施主领回 如果5天内没人来 将会开放民众任养 记得网络中央报道